波姑!永姑!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3月17日 星期二!快點裝身,最重要穿上華麗的衣裳! 等老子帶你們踩落小波新世界遊藝場,入面間大光戲院!看西關美人半開玫瑰王紹興!這條臭花嗨初登銀幕的有聲影畫戲! 看西關美人半開玫瑰王紹興! 上年十月十六日 星期三至二十二日 星期二! 在香港新世界戲院 拍攝過七天! 最後兩天,半開玫瑰王紹興 隨片登台獻記! 可以現場看他唱賣曲! 您等你老母臭花痒呀!這條白婆王紹興 居不臟爽吶? 講樣、講身材,我拯估哪一張書糕蟑榨過這條臭花痒先? 我被讀過他,她老母山觀音九百米 又是在省 cinq里灣做陸舉, 不過,比豆姓王的二世祖看得起, 收埋西關大屋,埋街亦淨水, 我出這件夾的芝麻, 跳那馬,難道它是傷甘的? 如有聲映畫起《半開玫瑰》的故事是說, 微染令人,半開玫瑰,在上海登臺尋銀後, 乘搭大洋船回來香港,怎能知道這隻船船, 跌舊了半劇本,輾轉悟入嬰兒留學生石青雙個行李雙道, 半開玫瑰,都不能知道。 回到家,找極都找不得到, 混蛋,含家產財主老江百年是其中實可笑, 微博什麼人誰稱,和其登新聞紙廣告。 石青雙送回劇本來, 這樣便混蛋了半開玫瑰, 他們稱頭而合,正一孝婆遇上至粉黑。 江百年是石青雙為情敵, 想起兒子害狗他,令石青雙無功做, 心敗明烈,被他老爺攀斥,被社會遺棄, 唯有半開玫瑰要他,為他拋棄舞台生活, 納洗同金共苦,為生活奮鬥, 貧賤夫妻百事愛,但開心,吹咩。 怎能知天道紅銀,使他急性盲腸炎, 貧病膠逼,無銀子入醫院做手術, 江百年乘機尼爾醫藥,動以富貴, 逼他拋棄石青雙,返頭嫁他, 半開玫瑰零事不屈,江百年也無忍他收。 石青雙想治好半開玫瑰, 閉嘴無水,無十點金,唯有晚黑潛回老爺家, 在家裡,矮架機的妹妹渡水, 不幸被老爺發覺,搶回首飾, 逼石青雙離開棄子,自肯幫忙。 石青雙見山路已盡,無法撲水。 逼不得而答應,為舊半開玫瑰出生天。 江百年想起石青雙不屈的話, 半開玫瑰也是得不想到手的,於是要購買空袋, 於是要購買空袋子。 點狗之害人中害己,正能救死自己, 江百年釘蓋拉柴,殺手塔去草花廳。 是非名,善惡辯,石青雙無罪獲釋, 半開玫瑰病好出院,於是,社會、家庭、一切諒解, 戀愛、生活、一切成功。